中華三宗 現做生現主彼詩 有世界健康 經歷過戰艦 萬華台灣英明 生世風的大事 萬華台灣健康 世界真好流 突然間 那時候前兩三天 我的師姐 演員要講師 她就一直跟我講 因為人在台東 我都沒有回去 她說 老大師 最近都大大大大 很厲害 油很厲害 我真的不太感覺了 我那天剛好回去了 回去了 真有油 油整個 結果半夜那個真的是 突然間就好大 那快一分鐘 而且那個花蓮道場 剛蓋好沒有多久 我也很煩惱 不知道起後有用不用 所以那個是上下左右前後 哇 那個在裡面那個刺激 而且時間很久喔 整個 那個地名聲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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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整個家裡抓得很準 真的是很恐怖 那 幸好我已經地震習慣了 可是我還是擔心說 第一個 樓下我們有點那個油燈 欸 不知道准一個倒去嗎 所以我趕快衣服穿著 我們趕快衝到樓下 火塘那邊去看一下 好嘞 告訴你 那個一百多盞的油燈啊 全部完好如初 欸 那個是有用心啊 因為我們油燈一般圓圓的 欸 古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要用的時候考慮到安全 所以有一個四五百塊那個連畫的底座 很貴的頭尺 很重的啊 那人家說 欸 這個防法很好欸 這個安全欸 那時候他們說 不要啦 法師不要用那個那麼貴 我說 安全開 欸 結果這次地震撞回來 很多那個師兄師姐 他們家裡的沒有放那個有沒有 哇 地震都冰了 倒去因為很大啊 所以用心去把它花錢 一分錢一分貨嘛 那可是呢 油燈我們用那個比較好的 所以他 我看那個錄影帶把它放出來看 三秒鐘啦 一二三 那個碰到油就熄掉了 百多盞 剩十幾盞而已 三秒鐘 百多盞的油燈剩十幾盞而已 喔 那時候看了 我趕快跪到老祖面前 我說老祖啊 拜託拜託 老祖啊 祖菩薩來保備啊 我們這個地震不要再發生了啦 大發生 生發沒 一切 財佣發有一定啦 好 我趕快祈求 我可是突然想說 欸 有地震一定會有餘震啊 那這是前震還是主震還沒有來 還有更大的 我也會煩惱啊 因為那花園道很新蓋的嘛 人家很厲害啊 所以那時候我就趕快 趕快 用意啊 那時候第一個念頭啦 就說 哇 怎麼這麼大 那時候我就用意就沾了 沾到這個 是不是還有更大的地震 會對花園道場造成傷害 也會想我們趕快跑出來了 也不然你就怎麼 就在裡面 薑荷做就好了是不是 所以沾掛 那一天是烏旭年 甲營業丁籌日 沾到鄭薇雷 東藝堯 雷地獄 六聰化六合 你也好事喔 沖沖的山也沒去 那這地震要合還要合還要合 合到的準備算的 那做一個衝 結果還要合 從後續還沒有地震 有啊 我心中有啊 那 洞藝堯 哇 啊 還背後 朱切當 又是第一搖 第一搖 一二三四五六搖 一搖就地基嘛 就地震嘛 那地震 欸 不是這一個 我對不起 我弄錯了 不是這個 對不起 對不起 這是另外一支掛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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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對不起 我們是對維者 對維者 那時候第一支掛是對維者 那時候 鑽得很大 我煩惱說 花蓮當中不知道 會倒下來嗎 所以那時候對維者 第一搖 四火關過洞 白虎 而且 四火動畫螢幕回頭生 那 影樂 又來生 那日又跟五日 又五火 四火又比何 忘不忘 阿彌陀佛啦 所以我心中就有譜了 我說 哇 地震後續 又擲白虎 我說這個後續地震一定很大 後續一定還有 可是要不要逃 為什麼不用逃 對啦 深四遙啦 你一遙雖然帶白虎 關過洞 很旺 可是他沒有來客室阿 四遙是餵土 父母 所以來生 來燒生 在湖口 在地震也不會倒啦 不用煩惱啦 那四遙未土 雖然牧客 可是五跟五日五味 又來生河 所以我們這個 代表說我們的花園道 就是建設真用啦 阿彌陀佛 這麼沒地理 都有太多 地震不會去倒去啦 所以要有信心阿 所以那時候地震我就 阿彌陀佛 我沾了正式掛 阿彌陀佛 我就跟裡面的人講 顧地震不用怕啦 不用走不用出去 那時候我的那個長嬤 她剛好來 你知道嗎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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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已經造成傷害了 所以那時候就趕快再跟老主拼命的祈福 然後就趕快 所有的同修可以打電話的LINE 就趕快關心他們有沒有平安 結果真的很嚴重 那晚半想想到有的電視滾下去 不過一個 所有的為心中的地囑 全部平安無事 那時候很感恩的 那時候也很感恩的 不過也是幾個房子倒掉了 後來趕快關心關心 後來去研究才發現到說 不幸中的大幸就是說 就只有這四間倒掉 可是這四間其實都是在斷層帶上面 那至於建築有沒有怎樣 那我們就不知道 我們不是鑑定師 可是從地理風水的角度來 它斷層帶嘛 你一定會掉下去嘛 所以記得以後我們要買房子 也是要用科學的方式 有沒有在斷層帶 可以查得到 現在上網都很公開 都查得到了 好 那地震結束了 那其實花蓮 到了這四間大樓倒塌 其實它算很平安 那很多的同學後來電視上就有一個媒體 一個專家 他就很大聲的疾呼說 這個只是前鎮 後續還有什麼 更大的主鎮 會有更大的傷害 結果說到有的人都不敢睡 露宿街頭 真的說到那天晚上很多人不睡 我們在裡面都沒走 沒問題 我們有用意嘛 那很多人怕得不敢睡 所以他一直講一直講 那很多信眾後來就跑來問我 哇師傅啊 那電視說的說 高大的人到底真的假的 我說簡單 用意嘛 所以我就沾了嘛 我就再沾 沒關係 水爆 所以我就沾 是不是還有更大的地震 會對花蓮地區 近期內造成更大的傷害 結果 震為雷 動一搖變成雷地獄 哇 震為雷 真的是地盪 又動一搖 六槍 又是六槍化六盒 奇怪 怎麼這樣子呢 那各位 這樣有沒有會造成傷害 地震不會斷 為什麼不會斷 很簡單啊 花蓮是歐亞板塊 跟大陸板塊 菲律賓板塊交界的地方 花蓮沒有地震 那就違背天理了 地殼不會動了 對不對 所以地震不會斷 可是會不會對花蓮造成傷害 好事還是壞事 好事啦 平常我們也稍稍感冒一下 不會丟臉 如果不說 不在感冒 丟臉很丟臉 那地震也一樣 它是能量的釋放 平常小小的震一下 能量釋放 其實花蓮 不然這次大地人進城 你看那個台鐵 我常常坐火車 兩天三天又是地震的關係 台鐵前線正常行駛 因為沒有災害 所以那幾乎每一天都有大震小震而已 沒有發表而已 所以鄭偉雷雖然第一窯 紫水動了 地震六聰又化六合 表示後續還有 可是呢 紫水動化 餵土回頭剋 然後呢 這個水飲業 水生木 生出修求 然後醜日又剋又合 那如果論到年的話 續年土又來剋水 所以水有力嗎 沒有啦 所以說要煩惱嗎 不用煩惱 可以來花蓮七頭了 所以各位啊 天災地變 人生一切都需要用意 那我後續 還有一個案例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再講喔 好好好 再講 所以我們也是要用 夜間就對了 天災地變都要用夜間 再來 這個案例 這個案例就是一個信眾 我們倒了四棟 這一棟白金雙新 然後旁邊這一棟無拘無束 這兩棟就是倒掉了 我們這個信眾很幸運 他本身做仲介 要做仲介 他才知道 儲蓄又好 沒有打夜間風水 儲蓄又買了 所以他仲介賺了很多錢 然後他想說 我投資那個民宿 那這個又火車上附近 哇這個地點好 然後又靠很便宜 所以他就把它買下來 幾千萬元買起來 然後買了這一棟 那這一棟呢 結果這次的地點 鑽一個 請我去看 說法師啊 我們都鑽一個 這個地方有沒有 兩棟都倒了啦 那副縣長我在館長去那看 跟宮城啦 宮城啦 你們家頭前後邊 插兩個很大的停車場啦 要算一下嘛 不然怎麼辦 現在漏氣又不可以再蓋了嘛 所以馬上立刻把它剷平 然後馬上做 撥一撥一撥 花園弄一弄 馬上做空地 因為地震帶 他不再發執照了啦 這是正確的 然後就當空地嘛 先當停車場嘛 以後怎麼說再說了嘛 然後他的庭宴呢 整個那個圍牆啊 被攏起來 那各位我們從風水的角度 來看這間房子 他的大門出去 正前方是不是一隻壁刀 那右手邊一個六樓的高樓 虎王頭 後駕頭 拚刀花頭 又切 正邊 剛好那棟大樓 整個汽車停車場 那個車的出入口 右手邊開一個大的汽車 那個也是開湖口啊 那自己的房子 一邊比較縮一邊比較縮 自己也是好丫頭 那剛才還堵到那三樓 房子各都來的車 你不用看路底 你看那個帝國中 夭壽的阿彌陀佛 你沒頭已經沒頭 所以這種房子 換你你家買嗎 我們看了馬上就害逃了嘛 沒有辦法 因為 易津風水還沒有很風行 沒有很多人懂 了解一次嗎 所以我們要努力的弘揚 那這個風水當然不對啊 所以你地震來了 災難來了 你當然就是 不平安嘛 那 第一個要賣 人家知道你剛鑽條而已 香港去買 隔壁兩棟都賭 地震在香港去買 第二你民宿你沒做 錢 貸款也是要拿嗎 所以說沒辦法 法師拜託的帳帳給我蓋啦 要怎麼蓋下故意 所以我看一看 我說 門前金處死女馬 不得已來 我們這個門有沒有 轉向 向新的那個大的名堂 向那個 白金雙星那個大空地有沒有 那這樣自己的房子 體來講 左手邊就怎樣 紅龍 龍有力了 那可是龍有力是龍有力 那個露衝還是來喔 你縮縮縮縮縮 我看你的扁門給你撩出去啦 撩出去 你那比較小一點 因為要算那個露衝 這一條露衝的器來深入嘛 馬來克路嘛 所以就把他這樣稍微調整一下 這樣眼看同不如 提到也給別人一樣啦 這樣各位簡單的 這樣子報告這樣子 了解嗎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我們就還有案例 公美完啦 沒關係有機會 我們再分享 那总之鼓励大家 易经无常中 它指点我们如何 从不平安到平安无常之道 所以大家要写易经 风水它叫我们融入自然 那你懂得顺天者昌嘛 懂得风水 所以我们何其有幸加入了维新中 所以各位未来的法师讲师们 大家我们一起努力 我相信大家努力把这个法红出去 天下家家平安天下就太平 谢谢大家谢谢 好 我们谢谢元通法师 他讲的就是 0206大地震 从我们各种 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那都一样来印证 随时就师父所开示的 凡事怎么样 接瞻 对不对 凡事接瞻你都可以去预测 昨天晚上我碰到一位老外 他应该也是教授 来到台湾教书 然后另外一位教授介绍我 他说我在交易经 然后是在视讯处担任处长 我告诉他 易经教授介绍说 是三千年历史 我说不是 从福西寺一卦开天 About 7000 years ago 他是中国的 中华不是中国 中华的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那么易经要做什么 老外 早上张教授也在讲 老外他们还是有他们的预测方法 对不对 你除了学术 学术 学术的印证方法 那大部分像吉普赛人 像古时候的人 都会透过占卜 各种的占卜法 当然在学术来讲 学术有一种印证 对不对 用科学印证 科学印证是什么 计划 对不对 PDCA PDCA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计划 执行 考核 再来呢 Action 对不对 计划执行 考核行动 PDCA 这是科学的论证 科学的方法 但是 往往 计划赶不上什么 变化 刚才师傅开始 变变变 就是易经的法则 对不对 你随时都在变 不可能不变 那我们也知道 第一等人 我不知道你们是第几等 但是呢 第一等人他是 要怎么样 那好了 从第三等人讲上来好了 第三等人 叫随变 随变 随变不是那个变 是随着变化来改变 这种人比较 不知不觉 对不对 局势怎么变 世界怎么变 他就随着来变化 这三天人 那二等人呢 第二等人叫什么 看你们是几等人 我们大家都是几等人 应变 应变啊 兵来降党怎么样 水来吐烟 对不对 你掉去应变了 比如说 刚才 袁统法师讲的 那变一家庭 对不对 变一家庭 他知道啊 知道说 他不会贪钱啊 知道他不赚钱了 但是 他也没有天人的智慧 他也不知道要怎么 他的应变方法 怎么应变 找到善知识 对不对 找到一位 懂得 异经风水的大师 结果呢 天祖云你知道吗 方太就变一家 咬起来 代表 有那个福报嘛 对不对 代表他有那个福报 所以你要自变 你不要去随便啊 对不对 至少 我们可以懂得应变的方法 那怎么 如何来达成应变 我告诉这位老外 我们的疫经 最主要 是由 疫经风水宗教 最重要一个疫经的占卜 他可以 You can know the future and your destination 你的命运 都可以去知道 你可以去知道 知道说 你去预测了 你的未来 那么 刚才讲到应变 第一等人 是什么 你知道吗 自变 你要知道变化 对不对 你自变 未来 要发生什么事情 比如说 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大企业家 对不对 大企业家 他创办企业 好了 我们会来讲最简单的 脸书的创办人 他能不能知道变 你怎么知道 今天的手机会变成 他的那个网络 社群网站 那么厉害 是不是 当初从BB Code 再到 一般的手机 然后今天进步到 最进步的手机 你随时都可以看到世界的情势 亚马逊 你看到亚马逊这个公司 这个创办人他也自变 包括大陆的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这个集团 他发明了 还用网继网络来订购 来下单 吓死人 这个都是自变的人 包括发明家 包括台湾的骄傲 台积电 红海 这些大企业家 他们都可以自变 这叫第一等人 那么 我们是几等人 喂 你们是几等人 不要小看自己 不要把自己看小 我们是什么人 一等人 你挂谱了 对不对 老师 不好意思 我都不敢改寡 喂 你们道场有没有住持 有啊 不敢改寡 孔子曰 要不持什么 你们都持 你们都不敢 问法师 对不对 不用怕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问发叔 发叔再问我 当最好 你知道吗 问我 当发叔还要怎样 还要静静了 对不对 对吧 要静静了 等会问谁 问师父啊 对不对 问师父 师父不会呢 问老主啊 所以你看 法师都要问师父了 你们问法师 有什么不要脸的事 不此下问 对不对 老主不会呢 问红军老主 红军老主不会呢 天啊 命啊 是不是 那是你的乎步了嘛 天啊 命啊 没有办法了 谁叫你碰到这种 世间上的最大烦恼 最大的问题 是不是 所以告诉这位老外 我们透过 一经三谱 不管 你在三一命谱 像 在哪一个方面 就好像 原本法师 刚才他报告 我去报告 原本法师呢 你们都 去过 宜蘭道场 对不对 他立了一个三角牌 四个字 谁敢 百事可问 对不对 这个百事可问 老师 那有什么 一百项事 这个百事是 包含 所有的事 不是千事可问 是万事可问 是所有的事 都可以问 所以这是 师父所开示的 环事皆站 刚才 请原通法师 又说又说又说 他就不说 坎坡 害得我就要站起来 跟大家来分享 不是害了 对不起了 因为我在等师父 你们懂不懂 我现在把你们放了 你们就跑回家了 不能放 因为师父还在开会 师父还在开会 前几天 一位师兄 打电话给我 就是过年 七十一 十一号那一天 十一号的之前 前几天 他说他有一位台商 在马来西亚投资 但是好像最近 他的女儿 发生了工作压力的问题 发生工作压力 差不多要精神错乱了 法师 你我都打三天没 我好啊 请他礼拜二来 风云教室 不是礼拜二 礼拜五 法师拜托给他 帮帮忙 他明天飞机 就初十一飞机 又要飞马来西亚 我说那这样子吧 请他礼拜一来 他礼拜二要回 马来西亚 我说请他礼拜一 这很快啊 对不对 这是最快的速度了 他礼拜六问 礼拜天就告诉他了 礼拜六问 礼拜一 马上服务到家 但是服务到家不是去他家服务 请他来哪里 到场 我请他到宣佛寺来 你们给我给我 你们啊 好好好 我真的幸福了 我不会做这种事 因为他不是学员 他是一般的信徒 那我让他先进来 参拜老祖 参拜老祖 然后了解什么事 因为由当事人来告诉你 当事人他告诉你情形 你博过你才会准 你没拿来就 你博博博 你就博下去了 好了 他来了 我就先问 老师老师 他先告诉我 老师 那个益精 我知道你们益精命挂 你们都会 益精跟那个阴阳 跟女生男生的性别 有没有关系 我说到底什么事 他说他女生 他都打扮那个小男生 160几公分 头发就剪得短短的 我说好了 那没事 他看面过就知道 好 我就这样告诉他 那到底什么事 他说他们女生 好不容易去应征 考上了台湾的上市公司 一间大间公司的金融保险 考上了31岁 31岁 你们帮我看一下 是哪一年生的 是不是更成年 更新对吧 务成要更成 务成年对不对 31岁 最良的 最良的 我们先讲 他的面挂 郑伟磊 刚才远通法师讲的 务成年生的 他的面挂 郑伟磊 自己去分析 好 换态税 充态税 对不对 好 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他发 一考上了 这家大型的金融保险公司 正式考进去 担任什么 曲经理 曲经理底下 是不是 我们这里有保险的师姐 对不对 他考进 他当任曲经理 所以他的底下都什么 黑帕桑 底下是不是黑帕桑 他是不是菜鸟 他考进去 他是菜鸟 但是去领一群 主任的黑帕桑 对不对 是不是菜鸟领什么 老鸟 一年多 受不了那个压力了 去医院检查 去医院检查呢 我跟他捕了一个挂 我跟他捕了那个挂呢 就是前为天 画 前为天呢 画什么你知道吗 上面两窑都动了 变什么 雷天大壮 对不对 雷天大壮变什么 是什么挂 六窑画什么 有没有六窑画六窑 五窑兄弟动 六窑呢 父母窑动 我们先看六窑父母窑 父母窑画什么 虚途画什么 太慢了 这考试会不及格 虚途画什么 顺画顺对不对 互画顺对不对 什么互画顺 互画顺啊 烦恼的 又带工程 我就跟他讲 六少年女孩什么都不顺 第一个 要工程 烦恼画 又带工程 父母画 父母又带工程 心肝 头脑 想不开啊 不是啊 医生说他有痢痢痢痢痢 但是检查不出病啊 去医院检查 没有病 没有病啊 那兄弟动 五窑是不是兄弟动 兄弟动会做什么事 二窑是什么 二窑是什么 是不是隐才 五窑动是什么 兄弟会做什么事 难怪啊 严格做不出来啊 A7做不出来了 那个压力沉积沉积 没有办法上班 我说 第一个 勾成洞 一个沉舌洞 对不对 兄弟带沉舌 停车 搞定 我看 这样子 我建议你 你们明天 最好留一个来 因为福音反银 福音挂他就反反复复 又六窑化六窑啊 一窑化六窑啊 你两个明天就飞到马来西亚 女儿 那个我们师兄告诉我说 他们女儿差不多被错乱了 错乱你知道吗 不要讲那么严重了 叫什么证 医学上叫什么 照义还是忧郁 都有了 我就拿了文书 请师姐拿文书 快点 你快点 这个 念天德政 再来 最好 你怎么留一个来 派手相安 叫你女儿子耍念 哇 明天才要去 要去 马来西亚 我说没这样啊 你女儿子耍过了 把他带在身边啊 对不对 那万一呢 想不开是几秒钟 你们知道吗 想不开是几秒钟 知道吧 一秒钟 不是 你们有没有当够伞兵的 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蹦下地了 是不是 跳伞 伞没开啦 跳伞 你们知道吧 降落伞没有开 哇 他想一想怎么办 怎么办 他想不出所有人来 来 接下来要怎么办 各位未来的法师 接下来你要怎么 我教他方法啦 默奸牌区无相案 对不对 我最好你去大廟点我身上 到你附近的 或是我们的道场 都可以 看你离哪一个比较近 你如何帮这个女生再来解决 31回 苦情理 如何再解决 谁告诉我 立美要不要告诉我 辞掉工作 辞掉工作 那女生扬到拼 她哪有可能 她组件很强啦 她是四窑洞 震为雷 化为火雷势客 她动了 四窑洞啊 她是秉承延伸的 组件很强很强 企图型很强 四窑自己动 那可能听你的 对不对 怎么办 还要怎么办 景森 怎么办 再沾一挂好不好 再沾一挂沾什么 要问什么 你们被我疑问 你们不敢沾了 你们 来 再沾一挂要怎么办 刘原子吉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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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原子吉凶是对的 再来 工作怎么样 工作暂停 工作暂停 再来 还有没有 未来发展吉凶 还有没有 都对 来 再来 沾禁运 再来 喂 六七百的没一个 讲错也没关系啊 再来 蛤 对啦 你不要问他 你不要问他 要不要 你不要问他 要不要继续工作 对不对 还是不要问他什么 辞掉工作 沾什么 当下的什么 工作运 后来想到这样不改刀啦 又是好朋友 好不容易 他要站在山上 我说 那我再帮你沾一挂 我不是 我不是要沾他 女儿 要不要留在公司 要不要离开 要不要离开 要沾两个挂 我干脆 我就帮你沾 沾这个挂 叫做 就是 站立挂工作运 目前他在担任驱经理的工作运 連水姐 来 解读一下 困人出意 对不对 那刚好 连同法师刚才说 洞出窑 我们刚好也洞出窑 卯月 饮月 甲申巡 我不记得哪一天啊 饮月甲申巡 两个子孙寮都空亡 教供 按照道理讲 饮月无火不空啊 对不对 三四窑无火 不会空啊 但是 出窑荧幕怎么样 有没有动 动了 祭神有没有灵月 饮成无 祭神是不是饮月出窑 他发动了 发动了 来克四窑 可见 他的工作压力非常非常地大 因为兄弟 也是祭神 对不对 兄弟也是祭神 来克 克用神 尘土七才 师父曾经讲过一个很经典的 很经典的 呃 就是 我曾经问过师父 师父说 哈喲 那就是 踩在虎背上 我们的天啊有没有 踩啊 陈踩对不对 陈踩底下是什么 荧幕对不对 师父到底是 踩在虎背上 还是踩在虎背上 哪一个 两个都是啦 对不对 那兄弟董也代表 他在领导统育的时候 可能 呃 他的这一群 歐巴桑小姐 对不对 不受他的指挥嘛 所以他被谁来克 被兄弟来克啊 当下我就跟他讲 我说这样啦 我给你建议啦 你女儿子 压力太大太大喔 你们一定要留一个 在台湾 明天不要飞出去 那假如说 我现在跟你说 你除了念经排起乎相案以外 你也可以回去 把这个卦象告诉 我们的师兄 我建议 根据这个卦象 根据卦象嘛 对不对 看图说话 对不对 还是看卦说话 看卦说话 对不对 我看 我看是尖 尖时 先休息一段 我这样建立 我说休息一阵子 隔三天 师兄打电话给我了 明天老师 多谢你 感恩你啦 后来 他父母亲决定了 让他女儿 先留职 庭心 对不对 刘子庭心 我没叫他洗头楼啊 到时候你叫他 洗头楼 对不对 好不容易 考上上市公司 那也是很难得 但是 好了 解决一件事 对不对 现在有没有解决一件事了 一个案例的 对不对 好 再回来 衣服 假如 你的亲朋好友 假如 你的女儿 假如 你的儿子 要去应征 很多工作 对不对 人力银行 什么 应征应聘的 应聘的一大堆 对不对 不是的女儿 你懂艺经 你会帮他普卦 对不对 不懂的就一直乱投履历 对不对 女儿你不知道去这间公司去上班 他是不是应征士应克士 还是动摇来课 缘分你都不知道嘛 那等你像现在 好你告诉他有鬼人 我们的师兄 说 你先来问个卦 才知己凶 那你不懂的 糟糕了 明天再叫他去上班 会怎么样 那个压力会逼死人的 是不是 那 防范未然 什么时候防范未然 这是后来的 这个叫后知后觉 就是应变嘛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自变啊 如何来自变 找工作的时候 是不是先用意 对不对 各位师兄师姐 那先用意嘛 用意说 我现在 去应征某一家公司 或是我去这一家公司 已经考上了 去就业吉凶 对吧 我去就业了 我去上班就业吉凶 他说 如果应来课了 要不要去 所以 你要先沾一卦 要先沾一卦 沾 去某某公司应征 吉凶如何 对吧 应征是 非常好 你到什么样的工作 基神洞来课 六冲掛 都是无缘的 好 刚才接受讯息了 刚好我讲了一个案例 不然说提早下课 以后养成习惯 大家四点就要背书包回去 对不对 这个掛力好不好 好 不是我的掛力好啦 来 世卫讲 世卫法师讲的好不好 好 因为 我没办法 我每天都要急 这临时挤出一个挂来 一个案例 来跟大家分享 好 所以防患未然 之前你就先把它防患未然嘛 对不对 才不会 发生后面不平安嘛 对不对 那中间就是要用易经 易经 用易 用风水学 它就是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 能带你 到平安 或是带你 不平安 不平安就变成什么 不平安的 不能讲下地狱啦 不好听 是不是 好 那 呃 各位 玄师同修 你有没有对世卫法师 呃 有没有亏训 刚才听的 有没有问题 喂 没人 欸这很宝贵 一个从花蓮来 一个从桃园来 一个从更远宜兰的 这个安心的比较近 很难得坐在台上喔 不用钱嘛 不用包包包 没有齁 没有齁 没有人要问齁 没有人要举手齁 早上那个教授说 哇 你的学员大家都很精神 他说 给你讨论一下 看在台上他讲课的时候 没看到人家 对 是啊 教授 这些都知道了 对不对 生怕错过法 法呢 有人在传 不管什么样的法 大家都是很疼 那假如说 在大学上课是 小朋友是 以后要教我们的小朋友 是拉着牛来 带着早餐 教授上你的 我吃我的早餐 欸这是真的喔 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 一定要有礼貌 对不对 教授我可不可以 边吃早餐边上课 要不要问 教授说可以 你慢慢吃 对不对 有礼貌嘛 教授絕對不在你禁止嘛 那很多更没有礼貌 就划手机 他早上 刚才离开的时候告诉我 哇 我说 我们这些都是 来自 我们社会上 来自我们全台湾 各行各业的精英 所以师父 是在做养贤续才 在养贤续才 这样子 让家户平安 才能达到 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 今天 我们非常 思维法师 还没有要补充的 趁着还有时间 你们都没有意犹未尽 下一次 我们再把思维法师 再把它挖过来 再来挖包 你知道吗 再来挖包 好不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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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